从来都不会创造财富的 也只能靠剥削股面获利 比如通过税收罚款等方式 而文贵先生所设计的G系列 其重要作用就是去中心化 洗联储的中心概念也是去中心化 包括冷热钱包的去中心化 和盖特币的去中心化 而洗逼虽然是中心化的管理 但在交易上也是去中心化的 并且我们的交易所数据 也都被放在了有信用的中立国家 对于G系列来说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 不能让政府等第三方 有机会来插足管理过程 包括查账或收税等 总之新中国联邦的G系列 是一个完全独立于政府之外的 新兴金融体系 也是人类获得终极自由的希望